但是 假如有些壓力來自於工作 或者來自於別人 別人盯你 老師盯你 老闆盯你 或者什麼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 自我期望非常高 真的 秀慧姐也是 妳為了錄外景節目 妳現在還敢接外景節目 對啊 我告訴妳喔 在高椅翔之前 我什麼都接 真的 後來我恍然大悟 為什麼 因為我看她在喘的時候 我感同身受 那時候我去那個外景節目 是輸人不輸丁嘛 對 一定要撐 就絕對不要扶老 那老頭一定沒辦法 為什麼我們這一隊有秀慧姐 唉唷 那我們一定輸了 拖累大家 結果整個腎上腺素都爆發 什麼輸啊 老娘就跟你拚了 差一點都喘不過來 妳知道嗎 余祥姐妳說秀慧姐 秀慧姐妳有沒有要緊啊 妳的臉很白耶 妳有沒有要緊 我說不要理我 我喘一下啊 所以她那種喘不過氣來 那種感受我是知道的 但是妳為了要給人家 呈現最好的一個表現 不能偷懶 不能讓人家說妳宜老賣老 妳就是為了要騙通告 又不認真玩 不行啊 我們一定要很認真的玩啊 戲嘛要自己拚 沒辦法 真的 講到這個我也是這樣子 以前在拍戲的時候 這是處女家摩羯的 拍那些跳海的戲啊 那其實那真的已經 睡眠不足又熬夜 然後又寒流 天氣又很冷 然後在海裡面 上上下下下 就是因為那個鏡頭的時候 就是可能畫面啊 有風有雨啊 講話也是也不是很清楚 沒拍到 或者收音沒收好 真的 或者拍到不漂亮 對 然後我們自己就是那種 逼死自己的個性 沒關係再一次 沒關係再一次 每次都拍到精疲力盡 最後就說導演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我快死掉了 我不行了 才有辦法說結束 不然就會把自己逼死耶 就說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這樣 很可憐耶 真的 沒有辦法 你也為了跟你配戲的人想一想 你也不要這樣 怎麼了 你怎麼是關心這個啦 我們是希望畫面出來好看嘛 我們跟你配戲的 我們風向星座的人說 唉呦 但你不要這樣 害我也跟你一起跳專心 好吧 好吧 對啦 是自己的個性啦 逼死自己啦 就自我要求高 真的 但是瓊梅姐也是屬於 自我要求高那些 對 那你拿到劇本的時候呢 因為你知道的嗎 金文也都知道 社會也知道 那我們寫的是國語劇本 拿來是要翻成台語 對 然後就每個那個劇本 都寫得密密麻麻的 對 譬如說我問你一句 未雨綢繪 你要怎麼說 未雨綢繪 中禮啊 你自己啊 未雨綢繪就是 我們要先做準備 阿伯的路後就在傳豪萊牛啦 喔 這樣你這句對 但是完整的是 好天要吃豪萊牛 對啦 這是正確答案 喔 我不會耶 這個我真的不會 對啊 所以你看有很多這種 國語要翻成台語的 而且要很道地的味道 對對對 就是每一句都是這樣 什麼一時風塞一時尊 對對對 像這種很多 道地的台語 那我會在家裡呢 存一些就是俗語的 俗語的 俗語的 俗語的那些書 家裡面有些書什麼 俗語大權啊 對 我會存那些書 然後呢 自己演完之後呢 就會一直反省 唉唷 我今天這段戲 這樣不好 我剛才那個表情 應該要怎麼做才對 我那個眼淚掉得不美 蛤 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對 我真的就是這樣子 自我要求非常嚴格 然後 真的 我有時候看到 人家在錄影 我會覺得說 欸 她怎麼可以讓你輕鬆啊 譬如說 我去上這節目主持人 他可以在空檔的時候 他就拿手機上來滑 唉唷 我覺得說 蛤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緊張還要死呢 拜託我是在找資料 好不容易 沒人說你了 你開咖啡嘛 你開咖啡 妳要跳海 妳給他跳 你誰是生氣了 不學找資料 你如果要跳海 你心軟妳要跳海 妳給他去跳 我們給妳配戲 在旁邊等了三小時的 我沒講啊 妳為什麼最好入座 所以我就是這樣的個性 我懂 他說有一次拍戲壓力大 變胖了都不知道 唉唷 唉唷 這很危險耶 拍戲很容易胖啊 怎麼說 他是有時候 一天吃了六餐啊 早餐 午餐有沒有 對啊 晚餐 宵夜 宵夜 然後再來早餐 點心 對啊 再來個下午餐 因為有時候有壓力 所以就會一直吃會減 對 因為人家說有憂鬱症的人 會大吃大喝 對 所以就是有壓力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是一點甜食 就覺得很療癒 妳那不是有一點 那是焦慮 躁 焦慮 有的時候 OK OK 戲沒有殺青的時候 每天等到 放不下心 對 放不下心 就會焦慮 然後尤其那段時間 我是拍那個古裝戲 古裝的 我那個衣服都是寬寬鬆鬆的 對 都包起來了 對 然後吃的都是高油高鹽的便當 對不對 對啊 都是重口味的 問題就是說 你古裝戲拍完了 我們不是永遠演古裝戲啊 殺青了 怎麼辦 換一檔了 像你以前 之前你不是有一部 那個什麼 什麼北林溪衣服 對 那不是50年代的嗎 對 對啊 那不是要穿窄裙嗎 妳有看到他也發放是不是 我沒看到他發放 不是 他是說舉例 舉例 然後改成眼時裝戲 對 眼時裝的時候 那個不是要穿那個窄裙嗎 對 這樣穿下去到這裡 背住 背住 拉不起來 拉不起來 那怎麼辦 對啊 他自己才覺得說 哇 怎麼辦 我胖成這樣